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景百然吻戏有点甜,九十花一举动太撩人, CP感不输热巴洋洋。 流量明星永远都是娱乐圈最受欢迎和最吃香的一群人, 因为有人气就意味着有消费市场, 所以各种戏约,商务资源应接不暇, 这些流量一人一年到头赚的盆满钵满。 像90后新晋顶流花旦杨子,迪丽热巴就如此, 还有95后顶流小生王一博,00后男星易阳千玺, 大家都是不缺优势资源的主,捞金无数。 仅在2022年,杨子、热巴、易阳千玺和王一博四位 就相继拿下二部甚至三部戏, 而且手握十个以上的大牌策划代言。 王一博分别和赵丽颖、陈晓、宋熙合作三部电视剧, 其中一部还在热播, 她的各种热搜不断, 虽然关于王一博的演技常遭网友质疑, 但不影响她的人气。 易阳千玺成功进军电影圈, 合作对手不是吴京就是周迅。 另外杨子与迪丽热巴两位漂亮花旦的事业重心皆放在电视剧方面, 在2022上半年, 杨子与吴亦凡拍完古装剧青三行, 不久又进入女心理师剧组, 目前这位90后花旦正与景百然拍摄该剧。 在5月13日, 两人吻戏路透被曝出, 彼此拥抱热吻的画面太甜了。 景百然身穿一件黑色西装, 他紧娄女主角, 而杨子一个举动态撩人, 他踮起脚尖主动亲吻男主角景百然, 有一种含伤颜童年记事感。 杨子很擅长拍摄情感戏, 因为长得甜美可爱, 与他合作的邓伦和李宪都成功走红。 现在这位花旦未播剧就有三部, 合作演员是肖战, 吴亦凡和景百然, 每位男星的人气都不低, 他们会不会音剧再度让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杨子无论是于李宪、邓伦, 还是和肖战合作拍戏都有CP感, 只能说这位女演员长相有优势, 再加上有流量的作用, 总是引起很多粉丝和网友关注。 近日杨子, 景百然主演女心理师, 一个饰演女一号贺顿, 景百然半眼前开意, 彼此同旷热吻泰撩泰甜蜜, CP感十足的他们丝毫不输给迪丽热巴, 杨阳这对荧幕CP。 在前段时间, 热巴与杨阳也在拍摄现代剧《你是我的荣耀》, 两位也有很多亲密无间的戏份, 爆出一些路透照被赞甜蜜暴击, 112号此剧宣布杀青, 杨阳和热巴两人还互送礼物, 此剧为播鲜火。 目前杨子有三部电视剧都处在待播状态, 他合作的演员有流量明星, 也有演技实力派, 敢问在杨子与吴亦凡, 肖战, 景百然三位男星拍摄的三个作品当中, 你最期待哪部剧? 认为杨子和谁更有CP感? 同台领奖李献给杨子提裙子, 杨子一个动作, 看清女明星的素养。 杨子和李献, 无疑是近年来具有超高话题度的热门荧幕CP, 二人每每同框出现, 总是能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日前, 二人相聚电视剧品质盛典活动, 让人惊喜的是, 此次的活动上二人不仅有同台出席, 还合体同框领奖, 可把一众粉丝给高兴坏了。 活动当日, 杨子一席白色相钻时尚长裙亮相, 美丽动人的她仿佛从荧幕走中出的真出桃公主, 优雅大仿, 从内而外流落而出的无限魅力, 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确认过眼神, 是让人心动的小猴子。 而李献则是妥妥的白马王子look, 白色西装造型尽显温柔的帅气,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尽显身是魅力。 不得不说, 杨子和李献二人的CP感真的太强了, 二人站在一起就算啥都不做, 都是偶像巨神场面呀。 二人同台领奖时, 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当二人走到舞台中央的话筒前时, 李献看到杨子的裙摆太大, 刚身世十足地准备弯腰帮忙, 却没想到, 一旁的杨子眼明手快, 自己手脚并用地就把裙子给整理好, 一点也不给李献表现的机会, 让李献提裙摆提了个寂寞。 而网友们看到这一场面, 都不禁对独立自主的杨子心生敬佩, 果然这就是女明星的素养。 感谢男演员的身世风度, 杨子作为现代独立女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 虽然李献给杨子提裙子提了个寂寞, 可是却一点都不妨碍二人的此番同框成为 众多网友热议的话题, 毕竟童颜夫妇的CP组合深入人心, 唯一的童颜CP, 愿这世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属于你们, 所有的幸运都眷顾你们, 距离2022年的夏天时隔两年的台上同框, 太珍惜了我终于等到了, 我的CP终于同框了圆满了圆满了。 未来, 也期待杨子和李献两位好朋友, 老同学继续一起走花路。 央视镜头果真是照妖镜? 杨子粉底太白像刷墙, 很不自然。 都说电视的镜头是有毒的, 的确是有很多明星在电视镜头下面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看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好看。 不过刘亦菲可是神仙颜值, 之前还因为把电视镜头当成了镜子, 照自己的脸惹网友热议, 不得不说,刘亦菲这种天然颜值是真的很美, 敢这样做是真的没有谁了, 大部分明星还是做不到的。 杨子从一个不被人认可, 认为长得不漂亮, 甚至还被宋丹丹劝退娱乐圈的女明星, 到现在一线明星的地位,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最近杨子这几年正值事业上升期, 主演新剧频繁出现矛盾和纷争, 在全网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与热议。 都说杨子是有望敷命的, 的确是有不少男明星和他合作之后火了起来。 只是除了自己的演技不说, 杨子的颜值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刚出演《家有儿女》的时候, 杨子的脸只是普通的面孔, 但是现在肉眼可见成长了, 他变得越来越美了。 只是在电视镜头下, 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杨子粉底太白像刷墙, 很不自然。 当时杨子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看起来十分端庄的感觉, 扎着十分蒸汽的头发, 这个造型是比较正式的, 但是也有的人觉得这个造型太过于老态了, 不是特别适合他这个年纪。 尤其是这个妆容, 在电视镜头下, 缺点实在是太多了, 小编觉得他更应该换一个清纯甜美一点的妆容, 这种显得有点假。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